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Namo Namo Namo是我爸爸的名字 我的家屬名叫巴吉大 全名就是Namo Namo 巴吉大 很謝謝同老師 今天邀我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個想法其實 構思的時間並沒有很長 但是主要是因為 有一場一段的時間去參與 原住民族的權力運動 然後在思考 這個部落 以及說文化之間的關係的時候 當我回到部落 就覺得跟 跟書上講的 或是文獻上講的 或是 有些老師 談的部落的樣子 跟我的想像不太一樣 然後 回去部落一段時間 然後 跟老人家相處 然後 所以 就 隨不來想就想出一個 這樣的想法 有人聽過巴吉大嗎 有聽過巴吉大嗎 有 有部落的 小朋友嗎 有 你是什麼族 太小族 太小族 有 有就是 部落的 組織裡頭 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比較中心的 文化 或是 記憶 的一個中心 像大族 好像沒有 對 阿美族很特別 也不是說特別 就是我們不同族群有自己不同的文化 那 我不太會特別從整個阿美族去談 我的文化經驗 然後我本身是泰邦的人 所以就 特別去 泰邦有一個 一個很 很有名的 一個地標 就是 主詩詞 以前我們小時候都稱它主詩詞 然後 在學術上 就是 之前在日本人的調查 以及 現在的學者的調查 包括我自己稱呼它 那個主詩詞 就叫做 格吉大 格吉大 裡面 其實就是 整個太巴朗的 政治 以及 宗教的 中心 那 阿美族 它其實是有 階層 男生 我們大概 12歲 14歲 我們就要進到階層裡面 去受 這樣的文化 教育 或是 身體的訓練 山林的訓練 採集 這些過程 其實這在完成 就是從你 12歲 一直到你 成年的 一個轉換過程 所以我們 阿美族年輕人 都要進到階層裡頭 那階層呢 在部落裡 現在看起來 好像是 最主要的 政治運作的 一個組織 可是 那是因為 相對於現代 在更早之前的 過去 阿美族 政治中心 其實就是 就是 格吉大 然後 格吉大 負責 宗教 政治 然後也就是說 整個生活的儀式 所有的歲時記憶 都要經過格吉大 的祭祀 來去排定 整個部落的時間 或是什麼樣子 什麼時候跟蹤 那 這裡面的人呢 在台灣有 五十幾代的祭成人 一直到現在是第五十九代 那 負責 繼承 塔比丹的這個 這個 繼承者 通常是女性 那繼承者 他 擁有一個最重要的祭典 最重要的祭典 不同族群都有獵手的習慣 那 有時候是為了 維持部落的 這個 安全 或是 讓部落的 這個發展 能夠更永續 然後 透過這樣的儀式 然後跟 其實產生 跟其他族群 有一些 淨核的關係 其實也 可能是會互相保護 那這個獵手祭 就是 整個泰巴朗 數十項的祭 裡面最重要的一項 好 那最重要的祭儀 由這個 改給丹的繼承人 繼承 所以他是擁有大權 就像 總統府一樣 以前的總統府要管 紀儀要管政治 就交由改給丹 那所謂的 祭司呢 呃 又負責另外一項的工作 但是 其他的公共勞動 就交給 剛剛我講的 青年階層 這些 要被養成為 一個人 樣子的這些青年 他就負責整個 部落的公共勞動 所以在阿美族 社會的社會結構裡面 從宗教 祭儀 到公共勞動 他其實是 做一個很完整的 整體分配 那擁有這個 最大權力的 就是 一個女性的繼承者 就是 家族這樣 好 不好意思 我放自己想的 我們要講 改給丹 有剛剛有看到嗎 這我下面寫的是 我們之處 那既然要談我們 要談部落 要談 族群 就要談個人 與共同體的關係 我們從一個個人 到凝聚成一個部落 或一個社群 一個屬於我 或是跟他不一樣的 一個群體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是 辨識 我自己是誰 我們 是誰 我們跟他們的差別 所以 所以 現在看我的小朋友 這左邊是 剛出生的小孩 剛出生的小孩 怎麼辨識自己 我印象中好像要 半年之後 就是半歲 他們看鏡子才會有感覺 所以在半歲之前 他們好像沒有一個 我的概念 半歲之後 他們看鏡子會笑 那 嬰兒再去 建立自己的 我的概念的時候 要開始 產生自我的邊界的時候 會透過很多的感知啊 感覺啊 疼痛啊 聽覺 視覺 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 感知的能力 他才開始感覺說 啊 原來我是我的 然後看到鏡子裡面 哇原來那麼可愛 他才開始有一個 我的概念 隔壁是他姐 他姐跟他在一起 那 這個複數關係 就產生了一個 我們的概念 可是 小嬰兒並不會知道 什麼叫我們 可是他姐姐 會知道什麼叫我們 在他大概五歲 六歲的時候 那種我們 嗯 我們可能會透過一些 我們 在我們的習俗跟文化裡面 在區分這個血 血清啊 血脈的差異的時候 我會跟他產生連結 例如說 這是我的小孩 他是我哥哥 他是我的表弟 而這樣的連結 就產生 問請一下 我們是什麼 但是 即便 我們要建立一個共同體 要變成我們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裡面 包括我們現在這個班級 裡頭的每一個人 都是一個一個的個人 不同的個體 完全不同又自由的個體 如何變成一個共同體 我們有差異 像 有的長頭髮 有的短頭髮 有的 嗯 甚至我 不同的文化族群 不同的社群 那不這樣的差異呢 跟距離 就是 它 會讓人 你們想說 這樣的距離 我怎麼變成一個共同體 所以 有一個最簡單的共同體 就是 兩個談戀愛的人 齁 因為大家應該都談過戀愛 沒有談過戀愛 沒關係 是 嗯 不同的個體之間 我們要 我們會建立一種聯繫 那 透過這種聯繫 但我現在不想說 那個聯繫是 但談戀愛的聯繫 可是 欸 欸 你要對我好 或是 你要愛我 你要 要 要記得我的生日 你要 我要 就是 給予 或是 從它 那個地方 拿到 或是 互相交換 或是 在一種公平的狀況底下 互相 給予 那個東西就是聯繫 然後透過那個聯繫呢 那個共同體 才有可能達成 最基礎的 最簡單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容易理解說 呃 如果大到像 社會 像 國家 這樣的大型的 或是民主這樣的共同體 不是 完全區隔在外的 不是每個個人跟每個個人的獨立 它一定要透過某種通道跟關係 產生 連結 那共同體才會形成 可是這個連結 不一定是好的 也可能是壞的 也可能是 我跟你講說 我們就是 亞歷安人 或是 一種 非常 極端的種 種族的信仰 或是某種 符號式的 要 要 彼此犧牲 所以才 凝聚 靠 那樣的共同體 那還是共同體 有些 戀人 愛人 愛人 到最後 很強烈的 很激情的相愛 到最後發現沒辦法在一起 或是可能走向一個結束的狀態 這都是共同體會發生的事 那就剛才講 我們要互相給予 產生一種通道 那個聯繫 這個不用講太多 OK 所以 共同體的通道 其實就是 建立 這個通道就是建立整個共同體最重要的東西 那我剛剛用了兩個字 可是平常不太會把它當作名詞來用 就是 之間 我跟你之間 我跟我的愛人之間 我跟我爸爸之間 我跟我的同學之間 那在那個之間 這樣的概念裡面 其實就是 兩個個體 獨立的個體 的 差異性 就在那個之間裡面 形成 所以 重要的是那個之間是什麼 那 部落呢 的形成 前面那個字叫 瑪朵阿賽 瑪朵阿賽 其實就是老人家 在阿美族的概念裡面 瑪朵阿賽 不只是老人家 老人家就是我現在看得到的阿公阿嬤老人家 瑪朵阿賽還包括死掉的人 那些 過世的 我們稱為 先 先 先祖或是祖靈 也叫做瑪朵阿賽 像我們每次 每時候 祭拜的時候 叫瑪朵阿賽 就是祭祀的時候 用酒祭祀的時候 都會先講 我的 我瑪朵阿賽 天神 今天 瑪朵阿賽 這裡的老人家 可是那個人 並不出 沒有出現在你面前 他是一個 靈體 所以 所謂的瑪朵阿賽 所謂的老人家 在阿美族的概念 這種 時空的概念裡面 他是 身體的一半跨進 這個 冥界 他是跨進這個神界 靈界的那個神 所以 在 我們常常在祭圈裡頭 看到會有老人家 在那個 有沒有 在 跳舞 Misakuro 就是跳技舞的時候 迎 召喚祖靈下來的時候 裡面坐的 通常 應該 而且一定是老人 因為只有老人 有這樣戒指 可以跟 就是 祖靈坐在一起 那 所以 我們把祖靈跟老人家 都稱作 瑪朵阿賽 它其實就是一種 連結 這是共同體的連結 那 等一下 老人家走了 會難過 文化也要消失 然後 什麼都不見 這樣 有發現 我們對老人家 逝去這件事情 就是 有一種 失落感 好像某種身體 明確的 文化符號 或是一個明確的文化的身體 突然 被拿掉一個東西 因為老人不在 原因是因為 所有的文化都存在 就是 像 像 我們為什麼要回到 部落 因為這些老人家身上 都帶著文化 我們 進到共同體的 這件事情 其實是 跟蹤老人家 進去的 我們跟著一個 老人家的文化身體 進到了一個 阿美族的共同體裡頭 太亞族的共同體裡頭 進到不同族群的共同體裡頭 所以老人家身體是那個文化的鑰匙 我們去跟蹤它 才進到 這個 共同體 那 我一直在講 就是 全世界 目前 所有的族群 是人 這件事情 還唯一 相信神話的 就是原住民族 現在 大家都不信 神是這股 祖父拜拜 甚至 所有的神話 大家會覺得荒謬 一點都不科學 那原住民 為什麼要相信 神 因為神 剛才有聽到 不是神話 神話故事 跟主原傳說 因為那些東西就是 老人家要走進 靈界 走進靈界 最後要到的地方 而 這個東西 我在過去有寫過一句話 我說 殖民讓 讓幾乎 恆存的原住民族的時空 掉進一個沙漏裡面 到了沙漏裡面的時候 我們 不停的去追趕 剩下的最後一秒 這整句話就是說 本來 原住民的時空概念 是恆定的 永恆的 我們並沒有那麼 拿出一表就是說 現在幾點了 然後現在幾月份 而那個恆定是 就是這些傳統跟 這樣的信仰 神話的這樣的信仰 讓我們停 停在某個 恆定的時空 那 活著的人呢 跟死掉的人呢 在那個過程當中 其實是共同存在的 就像老人家一樣 今天前面有一個老人家 還活著 我跟他牽手 老人有一天 他的身體一半 是要進到靈界的 其實 這個共同體的 最後的追求是 我跟他共在 在一個時空裡頭 就是 現在的時空 跟死去的時空 或是靈界的人 形成一個共同體 可是這個講起來很玄 可是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講 為什麼我們跟過去的人 一起共在 我們就從時空來去爬出 什麼共同關係 阿美祖在講 這個 前面這個 這個字叫 奶奶 奶奶是什麼 奶奶就是 次序 順序 脈絡 這三個字 看就很輕 很有一種時空 時間感 它是一種次序 所以 我們每次在講 祭典一開始 剛才講 在進行國手祭的時候 他要做什麼 先 先報次序 他從以前的頭目 從以前的繼承成 低代繼承成 就是說 然後一直到最後 掃脈絡 他在報一個時間 出來 而那個時間感 其實就是 每個解釋成歷史 那個時間感 就建立了一個族群 他共同體最核心的東西 那 前面講的 之間 不同的個體 不同的族群 如果建立一個 共同的關係 那個之間 就是歷史 那個歷史就是奶奶 那個奶奶就是 人跟靈之間的 時空關係 就是一種次序 而這個 東西 都 存在了 就存在了 當我 建立了這種 時空概念的時候 我就存在在 這個部落裡頭 就在 存在在這個 我群裡頭 我就建立了一個 我跟他的 群體的關係 然後 再講一個東西 來去 說明這個 中心 例如說 我們常常講說 傳統是會變 傳統是流動性的 那流動性的東西怎麼 就是 像 像河水一樣 流動性的東西怎麼 叫做傳 怎麼被稱作傳統 那如果你今天 會變 那為什麼 可以被稱作傳統 如果傳統一直永遠的變 那就沒有一個真正的傳統 可是 對於原住民來講 我自己的概念 剛剛講 就是我們 恆定在一個時空裡頭 所以 那個傳統 其實是故作在一種 永恆上面 而那個永恆 就是神話 那個神話 就叫 源頭 就是剛剛講的 奶奶 大家在講說 一層一層一層 我從哪裡來的 這件事情 這個就被固著在上面 這個東西 被永恆的創建 它是一種創建 它不是一種累積 所以我就說 啊 原來 你是 你是 哪個家族 我跟其他一個家族 我是 我跟其他一個家族 然後 我就會講 我是哪裡 我的源頭在哪裡 剛剛講 我跟其他就是我們 然後 這個 這種 創建 是絕對的創建 在神話裡面 在每個族曲裡面都有 但是 阿美族 的神話 其實 很特別啦 像 像前陣子 在談 就是 灰瓶泉的時候 或是談 常常會有一些 現代性的性別的觀點 但是 在過去 阿美族的源頭 阿美族的產生 是來自一對 姐弟 這姐弟呢 後來就 結婚 後來這兩個人就 繁衍生小孩 一般看起來是亂倫 所有的神話故事裡面 都開始建立這種哲學 即便是亂 到底亂還是倫 就是 對阿美族的概念來講 它不一定是錯的 然後甚至回到 這個 這個 Gagitan的繼承 也是一樣 那裡面 跟現代的觀點 其實有很多的衝突 好 所以 什麼叫做傳統 傳統 就是那個 我還信仰神話 這件事情 那個東西 這種精神 就會建立傳統 不管你現在穿什麼衣服 或改變 然後你跳著什麼樣的舞 我都在做同樣的事情 我再敘述一個 從源頭一直到現在的故事 這個就變成傳統 就像我們部落 有一個獵人 我帶他講 他每次講到一個人 或是跟其他人 他都會這樣講 就是 每講到一個故事 總是會說到那裡 每想到 去說一個笑話 或是說一個人 總是會從那裡開始 因為那邊就是源頭 那邊是絕對被創建的一個東西 這句話 跟前面那個 其實是很有時間跟 這種時序的概念 因為我們圍繞在一個 神話的傳統裡頭被創建 一種絕對的創建 源起於此的這件事情 在不同的個體 在族人 我們每個都是不同個體 的自己的形象下 我們 我們讓我們自己 成為那個 時空次序的 其中一個 一個人 或是一個點 或是在那個次序裡頭 我們讓我們自己被安置在那個 時空裡頭 在每個部落都會有 同樣類似的故事 就是 有一群人 總是會有一群人 就是一回到部落 我們就會坐在那裡 然後就生起火 而不是玩火 去生火 那回家一定要生火 進山上一定要生火 做任何事情都要生火 那當這群人生起火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人 開始講故事 那講什麼呢 就講剛才那個 我們當初太方有 一男一女 一個哥姐弟弟 兩個人結婚 然後生下了我們 我們是一群蜥蜴 就是 人血動物 經過了馬拉道的 這個愛 終於把我們變成人 成為一個人的樣子 這件事情 不會停止 一直講 一直講 千百年前就在講同樣一件事情 如果千百年前就在講同樣事情 你會發現 每一個時代 每一個階段 裡頭的部落 好像維持在一個時空裡頭 我們的傳統好像 橫定在一個時間裡頭 而這個東西就是最中心的 價值 這些事情 不會只發生過一次 然後它會重複的發生 但是這個事情老到我們 沒辦法去追溯它 它可能幾千年 有時候會說 用唱的 有時候會用背送的 就像剛剛我講 用背送不同的頭目 然後我會用歌謠去唱 唱不同的代 然後這個火堆的故事 建立一個 剛剛說原住民是相信神話的族群的 這件事情 我們創建了一個新的 不同的時間概念 跟所有的 現代國家 現代人的時空感 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在那個時空概念裡面 活的人跟死的人 是一起的 歷史其實就是 活的人去講 死的人的事情 這個我自己發明的 恒星的時空 那剛才有講到 就是因為在這個之間 我們不同的個人在這個之間 的那個歷史成為我們 凝聚在一起 成為共同體最重要的 共在的一個精神 那個東西就是歷史 就是這個時空的次序 因為剛剛有講到 現在還沒有 我先介紹一下 部落的 大致上有先講了 說部落 這個太巴朗的政教 結構大概是什麼 但是現在加上那個圖 你看左上角 好 太巴朗是這樣子 左上角是 這一層呢 總共有八大家族 加這個就是九大家族 但是現在機構填掉 其實有一個家族已經消失了 那這個家族呢 就是貫穿所有歷史 那整個來來裡面的繼承者 而繼承者 不會世襲 他會經過 包括底下的雛軍的 這種 閒讓的方式 在 這個 Fidulu這個雛軍 再進到八大家族裡面 然後在最後成為繼承者 可是 那 只有他 只有他繼承 然後只有他進行祭典 把他布 他有 國手 那個國手祭的 祭儀的 最重要的 儀式 那其他八大家族 付的什麼 衣服 挖礦 還有 衣服挖礦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祭典 割草啊 種植 然後你就發現 這是什麼 我剛才講的 這是總統府 那這個是什麼 行政院 裡面有農委會 林務局 礦務局 有什麼不同 他透過什麼東西 進行這個 這個政治的 行為 那是透過儀式 進行政治行為 所以 我當我今天要挖礦的時候 我會找其中一個家族 來去祭拜 進行祭儀 當我今天要去織衣服 或是釀酒的時候 我要找其中一個家族 來去祭 這就是 所有管控這個 太巴朗的這個 生活形式 跟 時間秩序的 最重要的兩個 最重要的 一個 一個 系統 那這個系統呢 有些人講 會講說他 因為其實已經 七八十年沒有變啊 那 但七八十年沒有變 是因為現在的政治關係 不代表說 他就一種 世襲的關係 如此 所以 沒有進行記憶的家族 被瓦吉丹所分配的家族就叫瓦克札雅 但是我們一般習慣看到的SLA 其實他是負責公共勞動的 所謂公共勞動就是說 他沒有進行任何的記憶儀式 而是要透過瓦吉丹啟動的儀式之後 SLA才進到裡頭去負責其他的勞動 或是協助幫忙勞動 那現在所謂的頭目 以前叫做古墓農業 這個頭目這件事情是在清代才出現的 那個當時的頭目的意義其實是 有點像通識 有點像國家跟部落之間用來聯繫的這個人 感覺不是很好 但是他找到 回到傳統制度裡面找了一個 傳統制度裡面的頭人去取代他 就變成現在的頭目 可是過去其實是負責整個 整個公共勞動階層 甚至防衛軍事這些 有點像是 參謀部長或國防部長 這樣的人 就是現在的頭目 非常聰明 如果殖民國家 透過國家意義進到傳統制度的時候 就可以控制整個部落 在頭目有一個 有一個類似像議會 或是這種可以被諮商的 這個顧問團 就叫Galas Galas 其實跟馬德華賽 其實有點相近 就是都是老人家 我們是一種老人政治的概念 而這些有智慧的人 諮詢給予部落 可以給同戶做判斷 進行公共的事務 這邊只進行祭典 這邊進行公共事務 那公共事務呢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有點像醫療 或是這種神靈的事務 我們會交給 有一個東西叫做 Sappara Nau 這原字義其實就是生長的意思 也就是說 大祭司他其實是協助 所以你看這邊都是平行的 他協助給大家的家族進行祭祀 那有大祭司 底下還有 一般我們阿美族 這邊沒有阿美族 一般阿美族都叫 那個 Sigawa Sai Galas 就是鬼魂靈的意思 然後Sigawa Sai 就是巫巫師 就是可以去 但是 在泰巴仰比較不一樣 泰巴仰不叫Sigawa Sai 他叫Sisa Gawai Hai 那Gawai就是叫 我叫你來 這樣召喚的意思 所以他們自稱 不會稱自己叫Sigawa Sai 他們稱自己叫Sisa Gawai 所以這個東西 它分成一個三大體系 公共勞動宗教 以及 醫療跟神靈的部分 這個東西去建構泰巴仰 大家給大家 政治宗教的最核心 那這個東西 也許在別的部落會 會失落 但失落的原因 有些是遠離了這個 這個中心 到了別的地方 所以它在這個儀式上會斷掉 但也有是 因為現代國家的 這個問題 所以就漸漸 削弱部落原本的這個政治結構 那其實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改革單 改革單其實有點像 責負治的一種權利者 權權責 什麼負治 就是他有權力 他要負很大的責任 而這樣的人才可以變成改革單 所以它在過去裡頭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完美的 小型的政治系統 我們在西方社會 我們常會講 崇尚或是 緬懷過去在 這個 希臘城邦的這種 共和制度 當我們在講共和制度 他們會講說 最完美的共和制度 就是4000人到6000人 是什麼 就是你阿洛 就是部落的心態 最好去管理 最好分配 最公平 最平均 那太方法在很久以前 就創造這樣的政治制度 那這個政治制度 就是以 ガキダン為首 去經典 那 以前我們在談 ガキダン的時候 常常會有一些學者 是蠻多學者 就是引用文獻 或是他自己做解釋 就推斷 這個ガキダン的意義 他就講 ガキダン就是有點像 這個怎麼唸 大聲一點 那個英文怎麼唸 Captain 然後我翻譯叫 假帝丹 這個很多 那個 歷史文件裡面都會看到 什麼假帝丹 假帝丹 這樣 他認為 因為講 這個他認為是船長領袖 所以他就直接灌在 假帝丹的那個 字義上 就是說 假帝丹其實就是 這個 假帝丹 因義而來 以前我們也不會想說 欸 到底有什麼錯 好像也沒差 這樣子 欸有同學落寶喔 好 拜拜 這個 過去我們也不會特別去想 然後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想法 就是這個東西 其實 非常被宣傳出去 什麼時候開始 從 埋藥比後做台長的時候 因為他不想 使用 統合這個 這個殖民的詞彙 或是叫負面詞彙 什麼是統合 統合就是像 如果有看日本的漫畫 或日本的電影 都會講 這種 非 非我 族類或是 非官方的這種 山寨 應該是說 有武裝的一群人 那一群就叫頭目 或是這種 匪幫 匪幫的頭子 就叫頭目 所以 馬漢比會覺得 啊 就頭目 對原住民是一種 不好的稱呼啦 其實我也這樣認為 但是呢 他在使用 卡吉丹安的時候 他就把卡吉丹安 他認為 卡吉丹安 在部落以前 都叫有錢人嘛 為什麼有錢 以前沒有錢 為什麼他會變有錢人 因為他 倫丁希望他可以 分配資源 所以看起來 現代的 這種詞彙來解釋 就好像是一個有錢人一樣 富裕的家族 或是領袖 他就把他灌在 這個 稱呼所有部落的頭目 都叫做卡吉丹安 因為他是領袖 是領導人 所以就叫卡吉丹 在電視台 的 只要提到頭目 他都這樣使用 但是這樣使用是 錯誤 那就是過去的鵝傳 然後跟 就鵝傳了之後 大家也沒有經過求證 然後 使用久了 就變成真的 那 有一天呢 我就回部落 我就回想 我就跟 波羅人家在談 因為為什麼是有錢人 我們以前沒有錢啊 然後為什麼 是領袖 可是我們領袖 並不是這個字啊 那 我們 那為什麼卡吉丹 要叫卡吉丹 因為不是剛剛那個 卡吉丹 原來 後來我們就把它拆解 卡吉丹這個字啊 卡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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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前綴 卡 加重本意 兩個本意呢 字根就是這個 吉丹 加重吉丹的本意 然後丹 通常我會把 事件的發生 或是一個處所 或是一個地方 加上一個丹 這樣 就會變成 吉丹 岸 或是 吉丹 或是 還有 通常後面有加岸 它就是一個地方 所以它的詞幹其實是吉丹 然後 剛剛講過 前作本意 吉丹的意思是我們 岸的意思是處所 這是一個 還罪的構成 形成一個什麼東西 我們之處 剛剛的這個政治系統 代表什麼 這個為什麼重要 因為它代表源頭啊 它代表次序跟脈絡 那這個源頭是什麼 就是我們這一整群人 都來自於那裡 就是卡吉丹 那 我想說 現代的想法是 部落 我們不是是部落 部落是什麼 這是原基法 上面寫 就是 部落性質原住民 與原住民族地區 一定區域範圍內 依其傳統 規範共同生活結合 而成之團體 經中央原住民族版機關 合定者 就叫部落 這官方解釋 第二個呢 在日本時期 所謂部落就是 房下 就是翻射 這兩個是什麼 全部都是 殖民管理的行政區域 而這個 殖民管理的行政區域 從日本殖民時代 一直到 中華民國殖民時代 到現在 成為一種管理的方式 那假設它成為一種管理的方式 我們部落的時空感 跟過去一樣 不一樣 跟剛剛那種 我群官的概念一樣 不一樣 我甚至會限縮在行政區裡頭 譬如說我是鳳梨跟光復 如果太巴掌是鳳梨跟光復成龍領域的話 跨過行政區 我就覺得不是我的 這是現代的空間觀 所以我們才要回溯剛剛 為什麼要這樣給答案這件事情 原來 原來 當初 這個最中心的 這個核心的 這個 我們之處 就是我們這些 來 我們源自於這邊的這個意義 未來 未來 包括我們即便從旁邊遷移 都還是屬於那個核心的答案 那 那 部落沒有 部落這個詞嗎 有 在部落我們通常稱部落叫 你阿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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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阿羅 阿羅 就是 坐 你坐這樣 住所 暫時居 暫時留的地方 所以一般我會問說 你 你住在哪裡 我們就會 你住在哪裡 或是 你住在哪裡 你現在住在哪裡 所以 我們現在在稱 用族語稱部落的這個意義 其實是一個 暫時的 是一個落腳處 而那個部落的意義 其實是一種落腳 把 假設 現在的 不管是工法人也好 或是 傳統領域也好 或是 其他的文化的 關聯的這些研究調查也好 如果我把這種 地理中心當成一個 一個連結的範圍 就 不符合剛剛那個時空概念 因為它是地理中 它是地理位置 而不是 群的關係 並不是人的關係 而是地理的關係 那 把戰軍 當成果群概念 我這邊就講 就是 不合邏輯 那 原住民族 站在 這麼多年來被殖民 400多年 在不同的時空概念裡頭 時間 空間 的敘事 概念 因此就變了 我在 在 我現在的小孩 是看電子表 以前我們看 看天氣 農人 看 睡時的 這些 徵兆 或是按照 自己答案的 這種 記憶來進行 農耕 所有這樣的 蓄勢概念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小孩子就很明確的 表現出 我們透過這些 現代的 這些線性敘事 跟時間感 把過去的時空 忘記了 那 什麼叫過去的時空 就是剛才講的那個歷史 而這個歷史 才是族群 民族 或是那個共同體 最重要的東西 它具備 整體感 所謂 整體感 就是 不管 你的人 牽到哪裡 或移動到哪裡 你都屬於 剛剛那個 自己答案 那一群我群的概念 這個是在 2006的時候 泰邦浪 有做一次 土地的抗爭 那時候的頭目 講了一段話 然後 頭目說 綜藝 底下看 那 蘇昂山 有 馬東阿塞 就是說 這些齊老 講的話 有三 阿彌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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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 太巴浪 部落 一定 以 吉蘭大洋 是我現在的部落 吉蘭大洋 三 到吉蘭大洋 吉蘭大洋在現在的觀念 它就是一個部落 它是跟太巴浪是不一樣的 但它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的部落 北邊到吉蘭大洋 三星部落 向東包括所謂的山林 就是像海岸 整個海岸沙漫都是 像東林 包含了什麼 巴巴地 然後 西里 西里亞班 然後 法諾 魯莫 等等等等等等 都是太巴浪的土地 剛剛講的很多都是部落名 不過 為什麼 現在看起來都是部落的 這個名稱 會不會太巴浪南花在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傳統領域 撒油肉裡頭呢 還是要回到剛剛那個 因為這一群人 當初的遷移 就是從這個 吉蘭大洋的最 最中心的家族 往外 移動的 而往外移動的時候 他還有 透過疑似跟記憶 跟這個 母體的部落產生關 很密切的關係 他其實就是一個共同體 就是一群 一個群 一群人 我們現在講說 部落 部落是一個國家 部落是 可是 這個在被當初 在思考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其實是很斷裂的 他只是屬於地理性的這種 這種 這種關係 太阪朗中邊有 數個部落 就像剛剛上面 敘述的 裡面有一些 特殊的現象 例如包括 阿東奧 高冬安 馬佛 這些部落 其實都共同加入 一個 進到 一個階層裡頭 他不同部落 四五個部落 全部加進 太阪朗的階層裡頭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是 一個曲 部落跟部落不是分開的 在過去 那個只是一個佔據所 他還是跟著這個人 中央的技藝 而活動 有一個填調 這樣 如果有看過那個文章 過一個 我的哥哥姐姐 叫 他的家族 他的家族 在一次訪談的時候 他講 我的祖先 有過很長的遷徙歷史 據說曾到過水連 就是現在的 往花蓮海邊那邊 到過水連 然後又往南遷 遷到 就是中央沙漫 跟泰巴朗 跟封兵的中間的一個部落 有些人在那裡定居 有些人繼續往南 到了長濱 台東 那另外一些人又翻過海岸沙漫 他爸爸說呢 沙漫在舉辦祭典的時候 都要先去泰巴朗 質問這個 葛基達安家族什麼時候要舉辦 只有葛基達安家族說 要開始舉辦的時候 沙漫才開始辦 這個共同體 剛才講 他透過什麼東西連結 這個記憶跟歷史的關係 所以他還是屬於泰巴朗的人 而這樣共同體的建立 並不是那麼明確說 已經是血清 以前的葛基達安 有點像是孟長軍一樣 他會養食客 他會養不同的知識分子進來 能夠協助部落發展的人 所以即便是外面的人 進到泰巴朗 如果被葛基達安分配收留的話 他就變成整個大的知識 底下的一個人 一個家戶 他就成為了葛基達安 整個泰巴朗的世系的一員 這個很多元成家 以前我們講家 就是我們的親戚叫做 羅馬是家 親戚或親親朋好友 就是在屋檐底下的人 他沒有講說是不是親人 親戚就是屋檐底下 沒有血統的問題 而是屋檐下的那一群人 很早之前 這個阿美族就很多元成家 因為很聰明啊 我如果靠自己生 也不能生出一堆說是博士勞專家 那如果從外面引進這些 願意加入歸 移民到我國的這些人 那我不是可以一直壯大嗎 那 剛才講的很多部落 都不是泰巴朗的本體部落都在外面 可是他還是那個大的我群裡頭之一 怎麼看不到 放錯檔案 為什麼要特別去談這件事情 因為我發現 在30年前元運結束之後 然後就是現在非常有名的一將法律 有聽過一將法律的舉手 有聽過一將法律下台的舉手 他這個人一定要下台啊 一將法律在30年前 就是帶領了台灣元住民主權運動 這是一個猛將 然後帶著元權會 我給兩個答案 這個是舊的 好 帶著 那時候 第一個在318比318更早之前 佔領的中校西路的 台灣元住民運動 第一個 拆公署牌子的 拆 應該是 對 拆牌 拆牌 也是元運 你看這個人 他被關完之後出來 這個是 這個是 怎麼講 很受大家的崇拜 那 他最近 怪怪放到哪裡壞掉 那 剛剛談到 那個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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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的元權運動 最早 痾 因為 這個海山煤礦 然後發生 然後有一批人居住在 三陰 有批人居住在 後來 分散在整個大韓系 跟新電系 流域 我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他們要去海上煤礦工作 因為 經過日本殖民土地政策 一直到中華民國的時候 中華民國延用了當時日本殖民政策 排除掉了 平地原住民 所謂平地原住民 就是阿美族跟貝南族的 這個 這個保留地的資格 所以 阿美族跟貝南族其實是沒有保留地的 而這些沒有土地的人 即便 這個泰邦那麼大的部落 一個有那麼完整政治制度的部落 最後必須流離失所到城市裡頭 被迫 因為國家政治的 殖民的問題 離開原鄉到都市裡頭工作 所以我認識很多 我從小大概從 12歲 進階層的年紀的時候 就跟著我爸爸在台北做霸摩 那個 台大好像沒有蓋過 但是政大有蓋過 長庚的宿舍有蓋過 還有 當時還沒有捷運 捷運的 那個什麼 往新北頭 好像是新北頭站也有蓋過 所以一直我 跟著他們一直做到 大概20幾歲 退伍 這群人在台北呢 有些就繼續在河岸 就在河岸這件事情 對國家來講 就變違法 所以會看到很多什麼 三陰破千啊 西州破千啊 薩瓦子破千啊 這種 他們覺得你住在河岸 是很危險 可是對阿民族來講 是 我住河岸 很正常 我在花蓮 就是找到有河的地方 我就在那邊居住下來 因為那邊最接近河 可以耕種 可以捕魚 可以進行很多的基點 所以 來到都市 群聚在一起的原住民 其實他在實踐一個文化的在地 他在他的移動的土地上 去践行他的文化 他是怎樣 他帶著像剛剛那樣的東西 帶著大吉丹 帶著文化的內涵 到城市裡面居住下來 但是 居住下來之後呢 國家不管我們 政府不管我們 縣政府 市政府都不管我們 把我們當成違建 當大家都不管這群人的時候 這些人怎麼活下來 他靠著是 剛剛那樣的文化的精神 跟母體 跟母部落 或是 這個 自己答案 這種我們 我群的這種連結 在城市居住 這樣 沒關係我就一直講 好 問一下 大家覺得都市的這些部落算不算部落 有人點頭 有人點頭 也有人不點頭 應該是懷疑 可能 不點頭是因為說 他已經離很遠了 他已經沒有部落文化的內容了 這樣就可能就不算了 可是如果用剛剛那個 給答案的我群觀來看這件事情 太方航周邊剛剛講 包括搞東南 不是只有太方航 搞東南或周邊這些部落 也是遷移的啊 也是這近百年 這近70年前 遷移到那邊的 那都市部落 只是稍微晚一點 60年 44年 遷到城市裡頭 我們就是帶著同樣的 這個 文化實力的內涵到城市 怎麼不是部落 但是如果你用部落主義的觀點 就是部落就是一個單一的地理中心的話 你會發現 這一群人因為遠離了 這個文化的最中心 它就變成邊垂了 它就變成不正統 它就變成不像部落 但是其實遷移這件事情 才是文化的整體裡面之一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靠著遷移才 繁衍整個 版上阿美族群 繁衍不同的族群 因為靠著就是遷移這件事 因為遇到 不管是天災也好 甚至人禍或是科政 我靠著是移動自己 讓自己維繫下來 活下來 所以遷移就是文化 遷移就是一種文化 而我群概念的這種 各自丹管裡頭 它涵蓋了這種遷移的概念 但是部落主義的概念 就是地理中心概念 它只建立了一個中心跟邊垂 建立一個正統跟非正統 建立了一個當下 現在只有這一次的這種觀點 它沒有辦法跟未來產生連結 也沒有辦法跟現在產生連結 那就會遇到什麼事情 最近在談的傳統領域 因為沒有土 所以沒關係 在談的傳統領域 就比吧 為什麼 我們在談傳統領域 還有不同部落的嗎 還有原住民嗎 阿伯祖愛 你是哪個部落 我這麼遠不聞到你的味道 這麼多 傳統領域會有什麼狀況 假設這是我的傳統領域 這是打法論的傳統領域 這個是打你的傳統領域 這個是打你的傳統領域 大家打一架嘛 不是 然後周邊有什麼 沙老 阿多摩 然後都不小心疊在一起 這是現代的部落官 因為他把部落切割成 就像那時候的翻射一樣 成為一種管理的區域 阿多摩 最後都跟泰芳連在一起 這沒辦法解決啊 大家開會打架還是什麼 因為我曾經看過啦 那時候 這個 在在哪裡 大龍大富有一個 有一個部落 那時候 在把他跟泰芳做協調的時候 哇 大家真的是快要打起來 這是為什麼 現代的部落官 現代的這種我群官 跟地理的邊界的觀點 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但是如果你用過去的格基答案 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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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去看 這一群人 這些遷移的部落 全部都是來自格基答案 甚至他遷到都市 西州也好 都是屬於格基答案 那這一群我群 都屬於格基答案的時候 我們在談論自己土地的分配 或是甚至像這種 可能是非地的 甚至災後被牽住下來的部落 等待的我群官 全都吶喊在裡頭 而我們在敘述的一個歷史 就包含了遷移這件事情 包含了從哪裡來 從哪裡去 去哪裡 現在在哪裡 會 就跟 一較保護後來他們 抗爭完回到部落的時候 那個台邦 台邦沙沙的 提倡的這個部落主義的概念 又不一樣 的確回到部落 以部落的邊界 作為自己認同的關係 但是後來發現 有一天要面臨不同的 文化上的重疊 地理上的重疊 甚至 這個中心邊垂 誰正統的討論的時候 就不能 就無法聯繫這整個歷史 就我們剛才講的 歷史是什麼 歷史是 我們之間的這件事情 就是歷史 而我們之間的這件事情 建構了一個 共同體的關係 那不只是都圓 不只是 簽註的災後簽註部落 只要是移動都在那個歷史裡頭 那對於非地理中心的 國群觀 部落主義這樣的中心主張 其實是 我講有點重 其實是去歷史的 然後 在 部落主義下的一個部落 一個國家這種論述 在某種程度上 它是 武斷的去化約一群人 跟另外一群人的邊界 有沒有 泰巴朗 沙老 阿多摩 各位老闆 各自為國 沒有一個歷史的中心 而且去建構一個比較單調的文化中心 就是 只有泰巴朗才是最傳統的 旁邊的你什麼部落 什麼部落 不好講 還沒 還沒找到 好 趕快回來 好 我們在尋找認同的時候 我們才會想說 從都市 回到原鄉 這心裡面也有一個矛盾 就是我覺得原鄉比較正統 可是有時候 都市已經在建立一個新的文化主體的時候 你的主體應該還是會成為在都市裡頭 但是 有些部落 例如說讓西州 他還是會回到原鄉 透過一些儀式 然後讓都市部落跟原鄉產生連結 這個座位不是只有現在在做的 周邊都在做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個田吊一樣 他說他的祖先搬到了這邊 他們要辦祭典 所以要先問 跟他去 跟他去 他們說要辦祭典 他們就一起辦 透過儀式 就是祭典就產生了這些連結 但是部落主義 形成的這種地理文化中心 他剛剛講 不敘述離開 甚至不敘述到來 那本身意義就是一種斷裂 同時 這個地理文化中心所建構的主體排他 就是我正統 讓遷移的文化在這個時序 我們都是時序裡面的人 跟死者跟活者 我們活在一個共同空間 在這個時序裡頭不在場 遷移是不在場的 多遊是不在場的 這個離散的 在這個沒有文化的狀態 被殖民的這些人 無法使用文化沒有無法使用語言的這些人 不在場 而且他被排得更遠 那這件事情 最後 會造成文化的萎縮 因為我不接受別的文化的正統 我覺得我才是正統 那 如果我用一個阿美族的觀點 用葛基達安的觀點 我 都我去 就像我是一人家部落 我會說 我也來自葛基達安 但是我遷移到了一人家 我們之間就產生 之間 有一個共同歷史 有一個共同在火堆裡面敘述的故事 有一個 這個 一直千百年一直在做的 同一件事情 然後 我們都屬於 那個 葛基達安的 我們之處 這個 可能跟大家想像的 部落的 我群觀不一樣 可是 我認為 其實也是真正的 這個部落的 一個我群的觀點的概念 好 謝謝 你講完了 好 因為後面沒有那個 就是PPT 我只能黑黑的講 抱歉 因為實際上 那個 是給了我們另外一個版本 對 因為另外一位同學 沒有 就是還沒有 還給我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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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整個概念非常有啟發性 他讓我們從一個疆界很明顯的 而且不容易變動的一個集體的概念 就是我群這個身分 我們說這個認同是基於我們共同居住的 這樣子的一個條件到他要強調說其實遷移是文化的一部分 好 那這句話其實我非常愛 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過於的固定 我們的觀念 以為我們的歷史 以為我們的生活是非常的固定在某一個空間上 那這怎麼發展出來了 那Mo認為是殖民的制度所造成的 以生活經驗老人家的訴說來講 或者說都市原住民現在情況來講 或者說我們八八豐災之後 遷徙本來就是會發生的 那就是我先 其實我自己非常想要繼續討論的 會是說這是泰巴朗的經驗 可是我認為我們很多的觀念都 對於群體的觀念都過於一場空間來想 而忽略了歷史的部分 那因為共有歷史 所以要講的是說群體 group identity群體的身分有一定開放性 原來在泰巴朗還沒有要談遷徙的時候 他也會納入別人 所以他有一天的開放性 所以大家在聽泰巴朗的時候 可能都會覺得很疑惑 照理這是一個親屬團體 因為你會講到世系 世系我們平常會有點血緣的意思 所以泰巴朗又有點血緣的基礎 他當然是一個他有空間的基礎 可是他又開放他又可以納入外人 把外人納入這一套系統裡面 所以他又是一套政教的系統 所以你接受這套系統 你跟這個家族產生某一種關係 你就又可以變成自己人 所以他會他在活的他在生長的 當然他在生長他可能就會 他的生長也可能會遭到一些外有威脅 就像這些殖民制度 要取代他原來的這一套很活潑的觀念 那所以我非常 我同學先準備一下自己的問題 我剛剛覺得在聽了就覺得說 這是阿美族的觀念 還是泰巴朗的觀念 還是說即使是阿美族的觀念 其他的族群有沒有這樣的觀念 那我自己的看法是說 我先不講了具體的材料的話 我認為我們普遍的文化 或者集體的概念都過於僵化 都忽略了它變動的這個 變動的這個特質 那同學有沒有什麼 我們先問一下 Namoky有沒有什麼 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問Namoky 我們在講解嗎 我跟大家分享兩個 就是 我們在想像傳統領域的就會 會有一些 一些想法 這個 以前的泰巴朗 我們上面有看到嗎 我們有分 有三個大的這種社會階級 Gaggitan Fiddurl 還有一種 但是我忘記叫什麼 就是外移的人口 假設 Gaggitan 是做整體的土地跟資源分配的 那一個家族跟系統 那 Fiddurl 整個社會中心就會在這邊 它生活區域在這邊 那越往外圍的 這個 Bakazaya 當然也是在這裡 但是我納入遷移的時候 因為它納入有一個輪根制度 就是 它把那個中間的公共系統 Sla 每一個月份 它或是一個年度 它就一直移動在這個周圍 在周圍的傳統領域裡面做輪根 這個階層是用來幹嘛 打仗 然後工作 勞動 所以 它為什麼可以穩固的一直在這個地方盤踞著 原因是 透過這一套的這種 這種 資源的分配 跟 把 怎麼講 難聽一點 是 比較 我納入一個新的移民進來的時候 我把它分配在最外圍 最外圍 但是泰巴爾有兩個天底 一個是 北南族 一個是 泰魯閣族 當有一天泰魯閣族 進到部落 想要攻打泰巴爾 第一個碰到的是 我納進來的 外來移民 外來移民知道之後 再來就碰到 在外頭流動的階層 在那邊輪根的階層 然後才會真正進到泰巴爾的中心 所以 你會發現 如果說以防禦公司來講 這是一個 已經被實驗很多 很多年的一個非常完美的一個防禦公司 保證 保證 保證讓這個中心的族群 讓它一直繼續存活下來 但它那個外圍還包括遷移的部落 也就是說我 部落遷移到外面的時候 它其實一納進這個防守圈裡頭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 部落跟不同的部落之間 除了重疊之外 的領域重疊之外 還有一種東西叫做 假設 這邊是泰土閣主 這邊是 泰巴爾 這邊是馬泰安 我是按現況來畫 這邊是七角川 這個地方叫做鳳林 鳳林現在是最多 幾乎百分之八十都是客家人 因為在日本殖民時代 然後還有國民黨的時候 有大量的西部的勞動人口進來 所以就居居下來 現在主要的人口是客家人 可是在還沒有客家人之前 這個地方被叫做馬尼屋 馬尼屋的意思就是 他們講上坡 後來還有一種解釋就是 魔鬼之地 它其實在反映一件事 這個地方是空的 什麼叫空的 就是 不是說空的 是原來各自的勢力 盤踞著這邊 而這個各自的勢力 其實造成一種橫勢 沒有誰大誰小 大家都可以來 然後就 讓這個地方變成 鳳林以前古人 就是說這邊很多樹 然後都是森林 然後看到很多路 野生動物 它就造成一種 這種三不管的橫勢 但是其實不管 不是不管 而是大家都管 這個空間才會形成 不只有重疊 還有這種 這樣的空就存在 我相信在其他很多族群 會有這種狀態 就是我保持在一個 這叫什麼 可以是無戰爭地帶嗎 還是怎樣 這種 透過不同的勢力的大小 維持住 好幾百年 最後還是被 被殖民的系統進來 變成 變成這個 殖民產業 唐業的開發 開發地點 這樣 這個我叫它 這種 空間的橫勢 自然 好 分享這兩點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想要問 那我先提一個問題好了 那我就 可以 其實剛剛在聽 文章我們同學都有拿到 然後剛剛聽你在講的時候 就是會對於泰巴朗 這個家 跟這個我們的核心 跟外圍的人 或者說像現在到西州啊 各個地方 會 就你講的時候 會感覺到說 就像 哪靠他們家搬出去 他在追溯儀式的時候 從小浪 他們又要再回來問 甘吉他安家的儀式時間 跟著一起就配合做 所以講到這邊的時候 會非常感覺到說 他畢竟甘吉他安為中心 然後大家還是以他為主 是空間不是問題 是藉著歷史 源頭的歷史 那這個源頭的歷史 跟在記憶上具體表現出來 因為你剛剛開始講說 我們會覺得好像就是講故事 大家一定要講故事 一個是講故事 可是他又非常有節奏的 年度記憶 甘吉他安家的那個位子出來 然後大家跟他的關係 又再一次整理 再一次展現 我們跟這個家族 跟這個地方是有關的 所以如果這樣子的話 他的關係還是很清楚 甘吉他安家還是中心 所以你剛剛企圖用甘吉他安家的 作為我們之處要納入 就像你說飛地啊什麼都可以 要破解掉電影中心的這個概念 可是從記憶上來講 他還是有中心 可是他的邊緣是開放的 你失去了 可是你要回來的時候 我們還是一個群體的時候 你是藉著記憶回來 或者故事的述說啦 對可是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 或者你有沒有一個印象 比方撒落他們會回來問 現在還問 或者說西州會回去 可是西州有沒有 我知道西州的人來的 來源是比較多元的 所以出去的人 或者分散的比較清楚跟他有關的 後來像三星啊什麼這些 有沒有維持這樣的一個記憶的關係 還是到什麼地步 那個部落就夠獨立 夠成之後他完全獨立出去 他就用別的方式來說講故事 或者他在老人家在記憶一開始 會說我們的主席要多好帶從哪裡來 他變成是口述歷史的一部分 剛剛老師提到的就是 移動牽引的部落最後 在什麼狀況底下形成那個 就是他獨立的現狀 就是應該有幾個部落 我所就所知 其實他周邊的部落 大概都是在100年的時間 逐漸去 應該其實最後完全跟太巴朗這個改單切掉 大概都是中華美國進來的時候 那個是不是自己要獨立 還是破於必須獨立 在一種這種行政區劃下 看起來現在三星就是三星 他不會認為自己是跟太巴朗有關係 除了幾個比較早居住的家族 他們會有聯繫 包括太巴朗頭目 他會講傳統領域到哪裡 這個部分是很明確的 但是布朗爾波的人很少會覺得說 我的認同是太巴朗 我的推斷 我認為應該還是 這個殖民的政策跟現代的地理的這種劃分 所造成的 因為長期以來 我以前小時候住在太巴朗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太巴朗的大小就是到河那邊 就是完全跟這個地理 就是光復鄉公所畫的那個大小差不多 就我的地理中心跟非常符合現代的行政區 那如果說像光... 例如說 這邊是光復...假設是一條線 這邊是光復鄉 然後這邊是鳳林鎮 然後太巴朗其實是橫跨兩個行政區的 但是發現現代的年輕人想像是 例如說我住在光復鄉 我的太巴朗只在這個光復鄉這邊 如果有跨到鳳林鎮那邊都不算 這是現代觀 就現代的年輕人的地理空間其實是... 就是宰說的啦 那我們當然也希望能夠透過這種... 這種從重建 自己答案 然後回溯自己答案歷史的這件事 重新再把過去的時空觀念再找回來 因為葛基丹在日子的時候就被颱風吹垮 然後那個... 那個... 胡凱莉老師不是有拍錄紀錄片叫做... 讓靈魂回家嘛 所以那時候葛基丹的一些主靈柱放在中央研究院 那重建之後呢 一直到現在發現 現代的這種... 頭目 頭目制度太強 非常的強化 因為頭目制度從日本殖民時代就已經... 扎根下來 所以他反而弱化了... 葛基丹 舉行祭典 的這種... 原本政教中心的位置 現在舉行祭典 不用管葛基丹 完全不用經過葛基丹 然後就是... 大家選出一個大會會長 現在很多阿美族都知道啊 我們現在沒有什麼... 很多部落... 比較大型的... 老一點的部份都有... 葛基丹這個名稱 可是我們在舉辦以理性的時候 通常是用... 選出一個大會會長 大會會長就... 有點像... 有點像... 這種協會喔 辦活動的方式舉行祭典 所以你早去取代掉... 葛基丹過去的那個位置 那不能說... 完全消失啦 但是還是... 到目前為止... 繼承人還是在... 自己做自己的家計 可是很被邊緣 那... 連葛基丹都這麼弱化了 相反的 周圍的部落其實... 這個關係的連結其實... 也很弱 那... 因為... 近幾年我們都在談傳統領域啊 所以... 在談傳統領域的話 如果用現代的觀點 就像剛才講的 如果一舉行政區一畫下去 我就覺得我... 那邊才是我的 那你又回到口述歷史 再回到... 這種源頭... 這個脈絡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大家都在一起的 那種... 成統一重疊 其實根本就不是... 太大的問題 反而是... 變成是... 我們內部來... 就可以... 可以被解決了 只要回到... 這樣的... 歷史脈絡跟前一脈絡上 對啊 所以現在... 重新整理出... 跟一般人這樣子的一種... 時空觀... 那... 跟指定者帶進來的... 是一個... 在競爭的關係 那... 你剛剛也說 年輕人現在並沒有... 這個概念 所以... 我有點想知道 所以... 比方回到... 太巴朗的話 太巴朗是... 兩萬人的... 應該... 一萬... 嗯... 居住的... 好像有... 六七千人啦 就是有... 戶籍的啦 所以有... 旅北啊... 旅中啊... 旅高雄... 就... 在城市工作的... 應該是一半 有... 有四個村床嗎 有... 現在四個村啊 欸... 這樣講... 我們又回到行政區啊 對 所以... 所以... 你看巴朗的... 就是說... 現在才處在那些... 或者... 在到外面啊 多麼多... 比外的... 怎麼看待你... 整理出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 使命觀 欸... 我覺得... 這個牽涉到一些... 現代政治問題欸 就是... 議員把持著這個... 頭目啊... 還有... 這個... 十二組織啊... 就是... 這些國家... 怎麼講... 對... 這些代義士... 或是... 政黨的... 市民其實很深入在... 這個裡頭啦... 那... 老實講... 從... 從... 胡臺毅老師拍片到現在... 港吉達安已經重建了... 二十年吧... 二十年時間... 港吉達安的威晃並沒有起來... 但它其實... 還是... 非常把... 邊緣化... 第一個是政治問題... 還有一個是... 教會的問題... 他們覺得... 嗯... 教... 就是... 港吉達安不應該... 就是... 港吉達安不應該... 教會不覺得港吉達安應該存在啦... 但... 教會有時候也是會辦一些... 記憶... 但是是用教會的方式... 去辦... 所以... 它是負責記憶點跟信仰的... 很自然在現代... 的這種... 就是我... 已經很難... 重新再凝聚這種... 文化... 的... 核心了... 我很難... 我們很難再重建... 但是還是在做啦... 不知道... 什麼時候... 卡吉達安才會... 回到... 就是... 回來... 還是看得到... 雖然以前... 把木柱遷回來了... 從中原院遷回來了... 但是還是有人說... 那個... 靈魂可能還在那邊... 所以... 對... 對... 所以... 你現在的... 不只是... 重新... 找出來這個... 歷史的... 或者說... 果群的... 果群觀... 也... 你這個... 果群觀... 因為可以納入多遠... 所以這個在現實上... 有很大部分... 這很重要...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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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 我... 提這個... 其實... 一開始是在批判... 過去... 就是... 那時候... 提出來的... 部落主義的概念... 那... 批判部落主義這件事情... 並不是說... 當初做的不對... 而是... 我們發現... 其實... 我們的連結... 是... 我們人跟人... 跟... 跟家系系統的連結... 其實更廣泛... 不是單一用部落... 就... 解釋了所有... 的關係... 那... 我們... 現在的衝突... 就顯得意見說... 不包括傳統領域... 甚至... 我們在談... 公法人... 台灣有七百多個部落... 每個部落... 是一個法人... 那... 當然... 他在... 公法人的... 之地裡頭... 也有一些... 譚書啦... 就是說... 你也可以變成一個... 聯合法人... 所以... 聯合法人的概念... 其實就很像... 就是... 這個群... 我們在看... 這個關係的時候... 要看的... 從歷史的脈絡... 從... 從... 比較廣泛的... 去... 從歷史脈絡... 去看... 自己到底是哪一群的人... 所以... 一開始... 會特別談... 先辯識... 我是誰... 是誰... 誰是我們... 那... 如果我們只用... 說... 我是泰巴郎的... 那... 因為已經... 分開了... 所以... 這個... 會... 產生... 一些... 很多矛盾... 因為... 我們不去... 技術... 那個... 遷移的歷史... 這個東西... 不一定只有阿美族友... 我相信... 我在... 南澳待了... 兩年... 的... Diane... 然後... 有很多不同... 流域... 他們稱... 就是... 這種... 現代的講法... 就是... 流域聯盟... 就是... 跟著流域... 而建立一個更大的群... 而不是部落... 那... 所以... 啊... 這也是我一開始的啟發... 就是... 看到... 拿到這樣子... 有幾大流域的聯盟... 形成一個群體... 我回到自己部落之後發現... 我們不是只有部落而已... 部落的敘述太簡單了... 就是... 我們還有一個更大的... 我群觀點... 這樣... 我相信... 很多族群... 未來... 可能要討論... 土地跟... 船林... 跟... 生活空間... 有問題的時候... 還是要回到... 這個... 歷史... 的脈絡上去看... 那... 歷史脈絡包括加溪啊... 或是... 其他的... 我建議移動... 請... 就是我想問一下... 你剛剛知道... 傳統是一個變動的觀點... 那我想... 就是想問一下... 你如果有什麼... 東西是可以變的... 什麼是可以... 什麼是不可以變的... 是剛剛那個... 只要舉辦... 自己這個活動... 其實是有... 改變答案舉辦... 然後下次有可能... 像是一個活動會長... 嗯... 對... 那你覺得像這種... 變動... 或者是... 就是... 哪些是可以變動... 哪些是可以變動... 哦... 欸... 很多人... 很難回答... 這個問題就是... 呃... 傳統好像都可以變... 那... 如果傳統都可以變... 就沒有傳統啊... 因為傳統一直在變... 那我剛剛提出的... 概念是說... 有一種東西不會變... 就是... 被絕對創建的這件事情... 例如說... 我的組員... 主員... 的神話... 主員的故事... 我來自於哪裡... 這件事情是... 不會被改變... 因為它是絕對... 被創建... 那如果說它只是... 創建的話... 新的東西... 它可能會因為... 我是不是用... 衣服好像不好看... 我就改成螢光色的... 這個... 這個東西... 當然會流動... 但是... 只有一個東西不變... 而那個東西不變的原因... 就跟剛剛講的... 為什麼... 給大家重要... 脈絡跟時空次序重要... 因為那個才是... 歷史... 那個才是一個... 民族... 一個族群最重要的基地... 那個東西是不變的傳統... 對... 就是起源... 起源... 對... 沒有東西... 起源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被改變... 對... 那我們會圍繞了這個起源... 做了很多的儀式啊... 我們會圍繞這個起源... 去... 去... 這個... 起源的內涵... 在我們不同的文化裡面... 甚至... 我們會去採野菜... 然後採野菜回來... 孝敬老人家... 舉辦人家... 其實都是圍繞著他... 只有這個東西不變... 我們才會往外... 擴展... 但是外面都在變... 那... 要怎麼講呢... 要更融通講說... 那個就叫... 民族的精神... 一個... 一個... 族群的最核心價值... 現在... 年輕人比較不相信神話... 有些神話是有點誇張的... 像... 欸... 阿美族的神話... 除了亂倫之外... 還有... 這個... 喜好... 白色皮膚的女子... 對... 還有... 什麼... 呃... 很長陰莖的男人... 喔... 這些故事其實很多... 那... 我就發現... 很早就在挑戰... 我... 那個時候應該沒有在挑戰啊... 但是... 這個... 過去的傳統故事... 就是建立我們自己的道德跟合理觀... 他在挑戰現在的... 道德... 可是... 過去的人其實是很能夠接受的... 尤其阿美族是... 女... 所謂的母系社會... 從來一看... 就是從... 自己帶來... 自己帶來... 自己帶來的繼承人都是女性... 然後... 自己帶來管控... 整個... 整個... 碎石... 他既然管控碎石... 他就會管... 管理所有耕種跟資源分配... 所以... 女權在阿美族社會裡面... 從... 自己帶來... 以及... 其他的女性的... 財產繼承... 你會發現... 是... 相對於現在... 是... 更... 是... 比現在社會... 更高... 甚至... 更容易達成平權的概念... 那... 男性的勞動... 雖然是在勞動... 它可是... 它是在一個整體的考量上... 就是不是單一性... 不是因為性別的差異... 所以它... 它要去做什麼樣的事情... 而是... 整體的考量上... 那整體考量上... 女性就做這個... 然後男性就做這個... 然後... 甚至有些東西是合作一起做的... 因為我們並不是一個... 大規模的社會... 幾千萬人的... 國家... 我們... 六七千人... 這樣的分配會... 維持一個很平均的... 平... 平衡啊... 對... 還有沒有喔... 喔... 請... 我只是想後期... 就是剛剛... 對... 有沒有可能分享... 一兩個... 人神話... 喔... 好啊... 欸... 我們今天在人帶... 不過老師比較多... 有一個神話... 是... 我... 最近寫過的啦... 就是叫... 我自己... 自己稱... 就是... 我在寫女手... 女生的女... 頭的那個手... 好... 那寫女手的時候... 呃... 歐洲的女性主義... 有一個烏托邦的想像... 那一本書... 好像... 19世... 應該是... 20世紀初的時候寫的... 叫他鄉... 那他鄉... 的故事... 這個女性主義... 的... 呃... 很多人... 會去引用... 的這樣的概念... 他... 在講一個... 女性成為一個... 單一的族群... 性別成為一個單一族群... 那性別成為單一個族群... 然後... 呃... 可以建構一個完整的社會... 在阿美族的... 阿美族的神話故事裡面可能... 也許一千年... 兩千年... 就已經在講同樣一件事情... 叫女人國... 然後... 這個也被日本一些... 呃... 這個... 研究者... 過去日本時代的研究者... 寫成幾篇... 一個... 但是我的是組合啦... 有一篇是說... 山上... 山上的女人... 翻射... 然後... 一個是... 呃... 某個海島的女人國... 然後... 那... 我聽到的... 我聽到的傳說... 老人跟我講... 是兩個合在一起... 哦... 有一個... 年輕的... 這個阿美族男生... 哦... 有一天就是... 可能要去打服部... 去抓魚... 就不小心被... 這個浪就衝走了... 衝衝衝... 就衝到了一個... 島上... 又在... 一到島上... 看到... 哇... 這些人頭... 沒有一個男的... 就是... 全部... 全部都是女的... 然後... 阿龍講說... 這些...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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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王國 但是呢 我們現在講的是說 那女生就是單性 怎麼延續下一代 怎麼繁殖 他在那個時候就已經解決了 這件事情 他只要兩隻腳跨在山谷 他就會懷孕了 然後完全不用靠男人 所以男性在 假設男性進到一個單一的 性別的族群裡面 都發現他什麼都沒用 那整塊故事裡面就是說 這個男的就變成 豬圈裡面的一頭豬 每天圈養他圈養他這樣 結果我印象中好像 最後要把他殺掉 所以 男性雄性性別在女人國裡面 變成一種動物 然後可以被食用的東西 因為可能他們一直都沒有看過 男人是什麼東西 結果男人可能長得像豬 所以他就把他拿來吃這樣 那 因為他可能會被吃掉 那這個男生後來就 想辦法要跑走 那在跑走的過程中 就遇到了海上的一個鯨魚 鯨魚看到他很緊張的 要逃出這個女人國 就說 我順道跟你帶一下 跳標 那就 從 不然 萊魚還是火山火燒島 就 我不知道是哪裡 我都知道 台灣就沒有個離島 回到了這個台東 或是阿美族的部落 回到部落之後 發現 已經過了三代 他所有看到部落人都不認識了 就是 裡面沒有一個是他認識的人 後來問到一個朋友說 一個族人說 你知道那個誰誰誰住哪裡 就他講他自己講 那個已經 那個什麼 那個人已經不在了 他自己在注意他講他自己 回到 家的時候看到 哇 他的什麼子子 都已經 很老了 那 我這個 我覺得這個比較有趣 就是看到 阿美族在當時 在看女性的時候 其實有點辦 有一點把他辦神格化 其實他可以自己 怎麼講 一個他權力非常大 然後再來是 他可以 例如說他可以自己繁殖 自己 一直發展自己的社群 然後 對 對於 歐洲女性主義在談的他鄉的時候 他會常常把他當成一個 女性烏托邦的時候 他們主在更早的時候 其實也在談同樣的事情 那也許 我們沒有女性主義 只是我們覺得把生活上面 對於 對於這個 性別的某種 神格的崇拜 把他神格的建立起來 這樣 對 所以我們是一個 現在沒有啦 我很好奇 那他們如果生的是兒子怎麼辦 他們不會生兒子 他們就生女人 沒有男人這種動物 對 不過那個 不知道是哪一個 你是誰啊 就是 某個日本調查者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他寫了 山上的 翻舍是會生 會生小孩的 那裡面 它裡面跟我剛才講的不一樣 剛才講的是 這個海島的女人國 非常女權 非常高漲 可是山上的那個 這個女人國 我覺得充滿了一些男性想像 就是有一個男人也是一樣 漂流 不小心跑到一個山上的翻舍 結果他一直到那邊說 哇靠都是女性 都是女人這樣子 這個 然後他就跟所有的女人交配 那 這個 女人翻舍的女人 從來也沒有 就是 都不用交配 但是 這個故事裡頭的 這個男人的形容 我就覺得 好像到了一個 有美食 然後有女的 有美女的天堂 這兩個 兩套不同的 那種 嗯 滿不一樣的 這種 這種 性別觀 對 那個可能 山上翻舍 不知道是哪一個出去的 還有人要 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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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對剛剛的演講 有沒有覺得 不太清楚 後 跟你原來的認識 你覺得差別很大 想再 可不可以再 講 講得清楚一點 之類的 所以想問說 其實 剛剛大家都說到 就是說 用陸陸主義 可能會 有序歷史 或者說 切割 都圓 或是甚至分化出 到底是誰傳統 誰不傳統這樣子的 影域 可是他現在 就是用地理中心做為 化作部落 可是是現在比較 就是現在做為 這個體制之下 做資源分配 或是說 正確率的方式 那如果說 我們現在 其實想要 以 答案 作為那個 概念的話 那會不會有 那這樣的資源分配 又要怎麼樣去 或者說 會有什麼其他影域的問題 其他的影域 我這次 因為我在外面 我都在談 有一個概念 叫 圓篤 不知道有人聽過 我在談圓篤的時候 大家就問說 你們談圓篤 圓住民族 這個土地都還給你們 其他人是要去跳HIGH 那土地都還你們 那非圓住民族要去跳HIGH 他說不用 我希望大家能夠 能夠共同生活在一起 因為圓篤的概念 其實跟剛才那個概念很像 我們在談的其實也是 也是歷史 那為了要講分配的問題 假設圓住民 你知道主權 主權 那其實是很多不同的個體的權力 塑狀綁在一起 形成的一種權力 所以它感覺上它會像 像一個 柱狀體 那 在還沒有任何國家進來之前 原住民有一段時間 這個初始的自由獨立的概念 其實在這邊就存在 那直到國家進來 那就國家進來嘛 第一個國家進來 這個 河西 然後再來 下一個國家進來是 就是 有什麼 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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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直包覆 一直包覆 在這個 在這一條 柱狀權力上面 這柱狀權力是什麼 它是 時間 跟權力的空間 形成的東西 那最後 會形成一個 像棒棒糖的 因為 有些人比較早到 有些人比較晚到 最後形成 一個 一個國家的主權 好 包括外面的移民 這樣子 好 這個要講什麼 為什麼是有柱狀 因為 有時間 所以我們談的是歷史 一個國家要建立的時候 就像 我要談 葛基丹的時候 為什麼要回歸到歷史裡頭 為什麼要轉型正義 因為轉型正義 就在談歷史 上錯誤的事情 在未來 不要再發生 在建立新的國家的時候 不要再發生 所以必須回頭 回到前頭 去看原住民的歷史 在國家進入的時候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 我們也在談歷史 葛基丹為什麼要談歷史 就是 發現不談歷史 單談分配 然後單談 泰巴朗 或是某個部落 不同 獨立的部落 分裂配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問題 像剛剛的重疊的問題 像剛剛 不管的 三不管的問題 或者是 不同時間性 然後遷移 遷移到那個地方 然後 缺少了一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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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解 或是可以 共享分配的機制 所以我一定要 回到歷史上去談 部落跟我群是什麼 那 你可能 現在 可能會覺得說 我群的邊界很 很 很模糊 但是 我的另外一個想法 雖然 如果基礎 還是現在的RO 基礎還是 牛肉 那我群就會變成 好幾個RO 好幾個牛肉 那其實就是一個聯盟 就跟這個一樣 最後的行程 還是 透過我現在已經 形成的我 這個 部落的 關係 再跟別的部落在談 再跟別的部落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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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大 它同樣可以到 完成一種分配的方式 但是 好 這樣有解答嗎 我們接下來要講別的事情 好 他看起來有點突破 好 就是 我是太巴朗的 你是馬太安的 我發現我們是同一家的人 好 我們今天要談分配問題 我們是比較好談 如果我們要談 跟另外一個人談分配問題 我就跟你聯合 我的土地 我就跟你一起談 跟另外一個可能是他 他部落 我們來談說 我們這個邊界要怎麼建立 我跟你這邊 之間的 這個 邊界的關係 就沒有那麼明確 我們其實是一個聯盟的關係 這個其實在以前就一直有 包括打仗 他 吉威跟打仗 他是姊妹 姊妹的部落 巴丹跟打仗 是雙弟部落 然後 吉娥斯蘭 吉娥斯蘭 跟整個 整個五大 就是南四群 六個部落 是雙弟部落 他們一起打太多格了 所以以前就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為什麼不能做 可以 他們當初為什麼可以做 因為 他們也是透過這樣的 夾系脈絡 他們去完成 大家是親戚 我們是親戚 所以才會比較合在一起 他們為什麼 為什麼 南四對 那個太巴王比較敵視 因為我們不是朋友 我們不是親戚 所以 你會看到是 太巴王把它連成一個聯盟 然後 那四群又連成一個聯盟 這樣嗎 所以你等於說 回到原來已經 太巴王就已經有了觀念 我們之處 這樣的一個觀念 雖然現在年輕一代不見得記得 等於換回了這樣子的原來的觀念 然後看看在當代 作為一個運動策略 他可能更有效的 集結比較多的人 避免內骨衝突 而是內骨有商談的一個基礎 因為我們原來是從一個家裡面出來的 好 所以 那一定會在解釋上 如果是策略完全可以了解 你就是要建立聯盟嗎 可是如果這麼依賴卡吉他 這個概念 而且回到起源神話的話 他一定有一些地方不適用 那你就需要別的策略 還是說這個策略 我們說他是一個原則 他有原理也要象徵 就是你 就像你剛剛講的 基本上是要共存的 好 那說我們這一群人 我們有某個原則 可以把我們聯合起來 另外一群人 我們需要不同的原則 我們才可以合作 那就要再想別的原則 然後再來變成一個策略 而不是一個排他性 現在想怎麼樣可以納入 彼此納入 所以剛剛有舉例 那個南澳群 南澳的這個泰雅 泰雅流域群 跟其他人其實是不同的東西 他們是使用流域的彼此關係 所以他建立了聯盟 他說我們不是 我們是使用家系 那 但也固定啦 就是 那個流域聯盟裡頭 就是有泰雅族的同學 就是他還是有可能 有一個相同的源頭 他才會比較長 經常合作 可能是同一個 同一個直系的主線 但其實跟其他案的概念 其實沒有差太多 雖然他們使用的是 流域 可能某種關係 他們會聚集在流域旁邊 而彼此協助 對 可以適用 會 不同的狀態 會適用不同的群的觀念 只是 但是 還是回到 來 就是 部落實在是 這個 作為最小的基礎 有時候 並不能解釋 沒辦法解釋 其他的人啊 或是族群的關係 對 太小了 好 我想問一個比較 聽起來有點荒唐的問題 沒關係 我講的也很荒唐 你覺得好像 我們其實現在說 南沙美 大家都已經從其他案 這個概念 或者力氣源這邊 我們已經 早建立了 聯盟的關係 然後 跟 那現在也要處理 跟太普德的關係 然後往山上 或者往 剛剛說 旁邊就是鳳林 有進三星的話 就在鳳林 正常 那80%的客家人 你能夠想像 或你可以看到 我相信生活中一定有來往 擠待下來一定都有來往 你看到連結的可能嗎 有哪一些原則 可以 可能把 住在鳳林鎮上的客家人 跟 比金河 聯合起來的 哈巴朗的人 找到一個 一個 可以連結的一個辦法 而不是 排他 一直排他 嗯 嗯 其實他 就是 客家人移動到 華東 他還是有一個 當時的殖民產業 或是 國民政府玩之後 這些 這些 像台糖啊 或是這些 勞動需求 或是 煙 煙 煙業啊 這些產業 然後支持移動到 東部嘛 好 那 來的時間 最晚 應該沒有 沒有超過一百年 大概就 九十幾年的時間 但是 在更早之前 我們其實都在 當時 在地的原住民族 跟部落都在 這塊土地上 那透過 後來 我們政府透過 山區建築 或是 這些 總登記的 大型的分配 就把土地分配出去 或是自由化 所有的問題 還是要回到 當時的歷史上 去處理 例如說 假設當時 土地的分配 是因為 錯誤的 土地政策 或是 更 更暴力的國家的 土地取得 那 都還是要回到 歷史上去 去談 那 回到歷史上去 這次 回到這件 傳統已經花色彈房 沒問題 好 回到歷史的原因 就是讓大家知道 歷史上的錯誤跟真相 這件事情 即便 不只要讓原住民知道 也要讓非原住民族 在共同生存的 其他的族群知道 過去的政策 或是 過去的土地取得 有什麼樣的錯誤 好 那 有什麼樣 就是 呃 當我知道真相的時候 我才有機會可以 矯正跟彌補 彌補 就可以有很多 不同的手段 那 陳寅可能會想出 國安寅可能會想出 一個人說 靠國家法律去徵收 這些私有土地 他這個會直接衝突到 水源又被國家徵收 這個看起來也是不怎麼到的 但在其他國家 其實有很多 也有別的做法 例如說 呃 像保留帝他有 有 有強制性的 呃 族群的排他性 就是 原住民才可以買 好 那 處理這些私有土地 更多的土地的時候 德國 或者其他國家 他們用了 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例如說 優先權 優先權 就是 我今天這塊私有土地 我現在要賣了 好 但是優先權 第一個是 族人 第二個是部落 第三個是部落法人 然後再往更大 甚至 原住民族銀行 好 反正最後都會回到原住民手上 但是在沒有那麼急迫的狀態底下 去侵略 侵犯了他的私有財產權 我可能要花一百年的時間 滑動 就會 這些土地 這些被私有化的土地 又回到公共的原住民族部落的 使用上頭 對 比較沒有那麼 呃 我覺得這些做法其實都還不錯 但是重點是要回頭去看 政策跟 這個過去這些土地 取得有什麼樣的錯誤 呃 我們才有機會 共存啦 就是可以跟 呃 其他的族群 呃 在處理這些正義的時候 還能夠相處在一起 所以我一直在講 講 講歷史 那其實很多的 呃 例子可以舉出來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呃 呃 我們其實很容易 產生一些友好 我們產生一些連結 例如說 鳳林的客家人 在使用語言上面 他們講黨道 我們阿伯就講黨道 這是誰嘛 他們客家人把它轉譯成 黨道變成 朋友的意思 就是鳳林的客家人 所以我們也會使用客家人的話 他也會使用 我們的語言 就是這個交 交錯 的 就是借用對方的語言 其實還蠻平常的 這個應該也算是一種建立 朋友關係的一種方 方法啦 就是 這個不同族群的情感 的這種連結 轉型正義就一樣 就回到意思 修正歷史上的錯誤 還是要回頭去看 這個脈絡 四點 同學來 我們再來一個問題 很難找到他 你知道他 我 我剛開始認識 我都在凱道啦 大家知道最近凱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來告訴我們 有人認識張景深嗎 從 從 同婚運動的時候 有人去參與嗎 然後 一粒一休 一直到最近的 那個 環川東英化社 張景深是行政院的政務委員 所以 很多行政院的這個 行政兵力 這些辦法 要透過 這個 跨部位協商的時候 政務委員就佔一個 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 本來原基法的二十一條 就 就給予了 原民會 去訂定一個指的辦法 那這個指的辦法 就是 給予原住民族 在他自己的土地上面 給予諮商 同一權 諮商同一權 的 國際 上面在談的這個權力叫做 自由事先知情 同一原則 為什麼要自由事先知情同一原則 通常 產生在哪裡 通常是在一種族群 他的自覺不足的時候 自覺不足 自覺很重要 我自己能夠決定自己做什麼 但是你就是不夠 那什麼樣的族群 會在一個國家底下 自覺不足 通常 原住民就是一個 原住民的自覺不足 的這個權力被剝奪的狀況底下 他沒辦法去參與 包括是國家政策 的一種自覺權的 已經多到剩下皮這樣子 所以低階的自覺權 那這種低階的自覺權 是給予什麼 就是參與權利 就是我今天 你要在我家去蓋水庫 要蓋飯店 要蓋很多可能大型的人 影響部落文化 存序的這種開發的時候 需要諮詢在地人 那一般我們在地的諮詢 我們會透過其他的公共參與的方式 例如說 像環品或是公投 或是其他的 做談會的一些規定 其他的族群可以很有效的去 去行使這個參與權 可是原住民沒辦法 所以他就訂定了這個辦法 那在訂這個辦法的時候 他用了一個名字 叫做傳統領域化色辦法 這個傳統領域化色辦法 是適用另外一個 諮詢統一辦法的適用範圍 我要行使智商投領辦法 就必須要有一個範圍嘛 所以他就訂了一個化色辦法 要化傳統領域 但是 在這個辦法裡頭 原本這個辦法是 其實 當初原本沒有包含 包含的公公私有土地 但經過了幾次的跨部位協商 以這個政務委員張景深的主導之下 就排除了這個 私有土地納進智商統一權的 這個私有範圍內 好 那 也就是說 公有土地可以智商統一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 私有土地包含像 花東事實項的開發案 還有 大家也知道 阿美祖沒有土地 也沒有保留地 那 阿美祖的內部都是私有土地 外部也是私有土地 但 其他 佔更多的是公共土地 但是私有土地的開發 非常 非常多在花東 也就是說 這個辦法過了之後 我們要阻擋任何一個現在正在實行 甚至在申請 正在進行的開發案 那 絕對是岌岌可危 而且 開發案就已經 就在眼前的發生 隨便舉一個例子 這個 衛稅溫泉計畫區 衛稅部落那邊 幾個部落 然後三四個部落 很小 就有十幾項開發案 那十幾項開發案 以前還要進過環境 就是在都市計畫區要進過環境 但非都市計畫區不用 至少要十公頃 超過十公頃才要環境 所以 你會發現 有超過八公頃 六公頃 超大型的 進案在部落裡頭 部落就那麼小 道路就那麼小 部落的生活 部落的生活 一直 怎麼講 也不是說純樸 但是 我們沒辦法容納 那麼大的量的開發 跟人進來到部落裡頭 這對部落的文化 是絕對造成傷害的 可是環皮沒辦法保障他 智商同意權排除私有 所以這些開發案就會 一直進行 所以我們為什麼 反對這個人排除私有的 這個 這個化身辦法 就是最主要原因是 第一個我自己支持 自己是阿美族 能夠非常 體會到這些開發案 其實已經非常侵略到 危急到部落文化的存續 沒有山沒有土沒有地 我們沒有辦法在土地上 做任何 跟文化有實踐有關的 甚至儀式都沒辦法辦 每天都要看到八公頃 十公頃的飯店在我們前面 這個對部落來講是很大的傷害 那也不符合蔡英文 在八月一號道歉 說要歸還土地 然後懷疑原住民歷史正義的 這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完全不正義 這變成是整個蔡英文政府 跟財團之間的一種 某種程度的協議 就是開放了這個財團進來 部落連環評 就是都在非都市區外區外 無法環評 無法直上同意 這最低的自覺權也被拿走 那我相信 巴奈歐納佛 或是還在抬告那些的 所有的原住民的這些族人 現在最堅持在那邊的 跟部落的族人是一樣的想法 就是實在是沒辦法接受 蔡英文的轉型正義 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實在 我剛才講到傳統禮遇 為什麼講這邊 之前真的開給傳統 對 應該開完了 然後我們都講 大家不要做局外人 因為其實自張同意 辦法 也是一個給予 除了環評之外 保護自己的土地跟環境的 另外一個方式 然後也保障 保障在地人的採用權利 至少在環評沒有過之前 還有原住民可以 躺在這個開發之前 我沒有反對任何的開發 但 而且這個自商同意的限制 其實 並不是所有東西都要限制 不是說你今天要蓋什麼 然後你家要蓋房子 或石油土地的這些建物都限制 它有特定的幾項 尤其是大型開發 大型開發一般人 不可能有錢負擔 這個一定都是財團的 原住民更不可能 所以 蔡英文政府其實是 這個辦法就是 有點開財團的後門 這個不只會影響 部落就像鳳林 80%多客家人 如果我們住在鳳林的原住民都擋不下來 應該 應該其他人也擋不下來 這是政府唯一的防禦 防禦條款 最後的 最後的一個 最後的一線 可能沒辦法退 覺得大家都應該要關心這件事情 環團那些有參與嗎 有啊 昨天中越像地球公民啊 或是環境知識學會其實都 他們都會很參與 因為他們知道 智商統一權 其實在增加一個 這種大型開發的一個保障 至少 對於原住民的文化權 它還需要被保護 不要因為這樣的開發 真的到處都是溫泉區 拜託大家 那個 如果海前面每個都是美麗灣 你們應該也不想去 對 溫泉飯店很多 包括像資本 然後瑞穗 金倫現在有同樣的狀況 他們直接跟 我前面五戶 他直接 先買三戶 然後就要求 那戶你要不要賣給我 他給旁邊更多錢 大家就製造他的壓力 有點像拔丁子戶一樣 早就在做了 現在假設有一個法令 還這樣子排除 可能就沒救了 部落應該也沒救 已經 好幾個部落在 很多飯店 不只飯店啦 也有可能是一些 大型台法 像傅昆喜很想 很想做F1塞車廠 什麼 國際級 什麼什麼 RV休閒園區 這種東西 這個 而且都中資 各位 大家 都是中國資金在買 買花東土地 有空就去一下 因為 我看一時半刻 他們是不會離開啦 一時半刻 他們是不會離開啦 一時半刻 大家想去那邊聊天啊 喝酒嗎 我沒有講喔 我們可以帶什麼去 大時候之外 最近在收大時候嗎 有 帶一些 就是比較不會爛掉的菜也可以啊 因為很多人送青菜去喔 那個 沒有冰箱 就是 一天就壞了 那個葉子就爛掉了 所以 飲料啊 水啊 這些 現場應該都還有 啊 酒自己帶啦 因為現場沒有提供酒 然後也不要瞑目張檔 自己躲在帳篷裡面自己喝 對 我們都會在那邊 有什麼 都可以聊 好 不要聊 可以聊聊別的嗎 對 我們客人有一些不錯的問 啊 真的嗎 好 對 好 欸 沒有問題我要接小孩呢 好啦 快去饒問你吧 啊 有 請問貴姓 顏色的顏 顏 顏 呃 呃 呃 哇 蛋喔 誰今天舉的 來 來來來 在文塔 喔 在文塔 嗯 我的問題是神這一件的問題 然後 呃 因為剛剛是圍繞說 呃 就是 神話作為一個 時空時序的一個利益點 它是創造出整個時空概念 乃至於人與人之間連結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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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設的原點 從這邊去 去推出其他 整個 群體的話 那 呃 可是當現今的脈絡 尤其是 呃 就是 原住民的青年 呃 思維已經 漸漸的 呃 呃 比如說用 好萊塢式的這種大量消費這種大軸化 呃 呃 去思考 然後甚至不會帶著批判性的眼光去審視自己的定位 然後也不會 也沒有意識到說已經 呃 想法上已經跟過去的這種神話概念已經騙你很多 甚至有一些是根本價值觀的矛盾 例如 呃 很明顯就是 基督信仰以及傳統的主題概念 所以這兩者之間似乎找不到某種接點可以把兩者之間相容起來 那 面對這樣子一個價值觀的 價值應該說不是價值觀 是整個價值體系的飄移 呃 如果現在的新的價值體系是原住民青年所覺得不錯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說呃 呃 這個傳統的概念其實是可以 可以是一個 持續變化的概念 它不一定是要一直回溯到那個最最起初的原因 因為我不是比較傾向於說 比較實用派 我覺得 就是 對這個主題而言 什麼最有幫助那就這樣講 所以 或許我本身也是有混到很聽不住的寫動 因為很明顯我阿嬤就長得很聽不住 就完全看不成這樣 然後 追溯族土的 那個女生那邊都是重穴重穴 就是 就是很明顯就是有聽不住 然後 我的媽媽那邊的話 媽媽的媽媽就是我的外婆 她小時候是紅頭髮 然後我媽媽也是紅頭髮 我也有點中髮 就是應該有混到一些西班牙 可是 跟我有一點關係我沒有 我不會用那種想法去想我自己 因為 畢竟生活在台灣島那裡我太遠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一定要回說出那個 歷史上的實然的這個事實 如果這個實然是跟我一點連結都沒有的話 他拋棄應該也不會吧 想到你這樣 這是 紅米包 紅米包吧 我覺得 很多人 很多我們現在的人 包括我自己 當然就是 例如說我使用語言 我的語言是消失的 在我的身上 可能會在我女人身上 又重新發展 又萌芽 然後 對於這件事情 我們有時候會 我們有時候會 當然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禮賽者 就是在這個語言跟文化的中心下 我們其實在這個周圍 遊蕩 我 的位置 它 在 某種程度上 那 你剛才講的是說 通過組員的關係 可是 在這個組員關係的建立的 還有一項是 還有一項是 如果是像我們在都市 都市的 那有一天也許 我的小孩也要回到部落 那群體的成員到底是誰 它 包含在 這個 群體裡頭 有些厲害的關係 在部落 在跟部落的人解釋的時候 他們是可以被解釋的 例如 有一天 孩子會回去 有一天 孩子要去 重新再建立他自己的文化 或是在接觸 部落的時候 他還是 這個 群體裡面 群體裡面 之一 我沒有 反對 我其實不反對 什麼 就是文化 會不會變動 這件事 我非常認同 文化一定會有所變動 或 或創新 有些東西就是會消失 那消失 我要重建 就必須要創一個新的文化 它就可能不屬於 這麼的源頭 那 我們 談論 源頭的時候 我在想 並不是每個人都信仰神話 但是 就像我們現在參與祭典 參與祭典 並不是說 我們就是 就信仰 就是 神靈會從那個 儀式的祭圈裡面下來 可是 對於文化的認同 這件事情 是 建立一個人的背景 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可能會 鼓勵 鼓勵 鼓勵像這樣子 或是像我這樣子 或是像 女兒 的這種 跟母體文化 很遙遠 離很遠的人 去鼓勵他 能夠 更接觸 我不知道 會不會 這些 已經遠離了 在城市 這些人 會不會創新的文化 會不會納入 這個大的文化裡頭 剛剛有 我就一直認為 芊怡也是那個文化的整體之一 就是它變化也是那個文化的整體之一 很難解答 很難解答 老師要不要幫我猜猜看 好 可以回應他 好 可以啊 我是建篪的 然後 你的名字跟我發發的名字 我叫基督瓦 然後那個 就我剛剛聽到你說 就是基督宗教跟 就是傳統文化的本質已經不一樣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 我本身是 我本身甚至是無神論 我是 派亞族加客家人 二分之一派亞族 二分之一客家人 然後 可是我家從 1916年就熟悉 我爸爸那邊 就是全成了天竺教 其實我小時候一直很討厭天竺教 可是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去理解一下 為什麼這個宗教進來 為什麼它在原住民 會這麼快邁引開來 因為 就是剛剛 就是剛剛老師在前面講 就是 就以我們 你看到族人 我們最核心的東西就是感大 就是那個東西 然後那個 就是 這是一個 宇宙論 一個道德規範的核心體 然後那個東西 就是為什麼 宗教可以這麼快進來 然後取代你認為 那是本質的東西 我覺得 不管是它交友在地化 或是改成 我們可以接受 行為模式 都是 當那時的族人 就會覺得是可以接受的東西 所以 就我覺得 這不一定是完全取代 因為就比如說 我們有 我們很強調共享 分享 然後互相交換 然後其實 基督教教裡面也有這些 所以我不覺得 這是一個取代的過程 或許你可以 去認識一下 對 所以 我只是想要問 他問的問題 我覺得 我前天寫 我這個文裡面有寫到一句話 就是說 傳統這件事情 只有在 你去 自我實踐自身的時候 那個傳統才會出現 在你面前 它才重要 那如果你沒有要去做一個文化上 或是自我實踐的這件事情 傳統就是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所以傳統的現身是在你在做 在實踐自己文化的時候 他才 才被去體化 例如說你去 Misakron去祭武 你去參與階層 你才會觸碰到傳統在你眼前 當我在都市工作 我在做3D Max 或是在做其他的工作的時候 它那個傳統 並不存在 在 在我前頭 就 為什麼我要一直說故事 因為 只有當我在 言說它 在做它的時候 我才進到那個 傳統跟那個 傳統形成那個 共同體當中 那我稍微補充一下 那同學剛剛的問題有一部 其實是跟認同相關 那不見得說你的文化內容是什麼 你的內容可能改變到一個程度 剛剛也說傳統是會變的 可是很可能 我猜 末尾的成長中 有某一些經驗 讓你會回頭去找你的阿美的背景 那你個人會去強調你這背景 阿美族的裡面哪一部分 你覺得可以像一個毛羊 讓你在都市生活得比較安定 所以一個人有很多身份 一個身份也有很多部分 他不是單純的回到 100年以前的泰巴朗人的情況 他有很多的 他是一個新的身份 可是這個身份裡面 這個身份阿美族的身份會再度的這麼重要 對你這樣年輕人而言會再度這麼重要 其實這跟你的都市經驗是有關的 那在這個都市經驗裡面 其實是要區隔出來 相當程度是要區隔出來原住民跟非原住民 就像你從事的源泉運動一樣 所以那阿美族或者泰巴朗哪個部分可以支撐你 這個連結變得更清楚 他在不同的脈絡下 他一定會有不同的漲性 可是你一定會回去泰巴朗去尋找你覺得提供你正當性 或提供你養分的部分 那這個是其實是一個在發展的過程 等於是你個人的成長也是一部分會成為你在別人運動參與的形式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很經典的對於認同的討論 或者說對於傳統的討論 那個內容沒有那麼內容不需要固定 那我想你一直講起源那些是你尋找到的一條路 別的人很可能他不是回到起源覺得他阿美族的身份沒有問題 那很可能別人會有別的路 那所以說你這樣子的一個理解跟建構能不能說服別的人 那另外就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覺得神話後面有很多神話是可以分析的 他後面強調是某一種世界觀或者宇宙觀 那不見得是說比方陰莖很長的男人 那個是被男主也有這種故事 所以他可能強調的是Fertility Fertility 人的Fertility 萬物的Fertility 其實他講的就是生命的反應 所以有誰會不追求這個 所以當你回到他後面那個故事很通常都很細節化 這細節後面講的那個價值那個特質 其實到現在我認為那個神話當然在當代人 原來可以有才的神話 所以同學聽到男朋友就說 大家可以去凱盜走動走動 不介意不是去打擾的 而是去交流的 有些錯的或學習的 有些問題我 可能花更長時間可以跟他討論這樣 我們上禮拜講到之前有講過為什麼圓權運動裡面證明這麼重要 我們當初講的是族群的證明 原住民族的證明 然後個別族群的證明 還有人的個人的證明 那麼2015年你們做 2015年 那時候他們做的事情是地方的證明 我們說台灣就是近年有一些像 比方胡鳳鄉變成阿里山鄉 現在是納馬鄉 大概少數的例子 他們當初做的是光復鄉的證明 對 我們是被光復的 我還沒光復 我們是被光復的 很多阿 那種信義鄉啊 復興啊 復興跟光復代表的 對啊 對 好可以直接這樣 你這樣 你這樣 我這樣 你這樣 我這樣 我再給他勾啦 你很像破土的一個編輯 Brian Brian 好嗎 沒有問題了齁 會後悔喔 來 請你 終於有人 你隨便 好 你怎麼可能跟今天怎麼有點關閉 就是剛好我剛剛提到那個 是早在問環環的 對不對 然後我就是 就是 因為像傳統語律就是 應該是跟就是文化比較有相關吧 我猜 但是就是 就我自己在看這些討論 然後就會有一些朋友就會覺得說 保存了這個傳統語律 然後是他的一個優點之一 就是就是把所謂還沒有被開發的淨土保留下來 就是他比較的著重點是在環境這一塊 就是他認為說傳統語律的話 這是可以追求環境的保護 他比較追求的東西是環境 但是我覺得他的重要性應該是在文化上面 所以我自己會感覺就是環環去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會讓我覺得有一點把原民看成是一個重工狀態 不知道你 這策略聯盟嘛 怎麼講 像美麗烏安 美麗烏安的抗爭其實 非常多的環環環境保護人士或是有藝術家 然後在地的參與其實比例上這個外部參與是比較多的 但是一開始的運動策略就是比較 就你講就是比較屬於環境保護的這種論述或是訴求 他自然會拉進來合作的都是這批人或是藝術家或是媒體人 那這次的運動的訴求 我以一個觀察者 我當然也參與在裡面 但是看到現在的訴求的主張也是其實蠻像當時美麗烏安運動的時候 在希望拉進更多的力量 就不要單單只有原住民族全力運動 或者你可以把環境運動或是其他的土地運動的這些概念的訴求 拉更多人進來 所以你會覺得說好像環環參與蠻多的 我沒有覺得不好 只是主體 這個因為畢竟還是在原權上 就是原機法的執法 所以主體還是 我認為在策略者在決策的 蔡安凱道的裡頭 盡量能夠保障他主體還是能夠維持在原住民族全力運動上 但是我不能保證 就是要看怎麼決策 所以可以請問一下目前決策嗎 喔 一定要講那麼那個嗎 八卦嗎 算八卦 因為我們之前在讀那個2008年國使館出的那個史料會編 他最後幾次編記者會編記者會編 他裡面其實有人講 就類似像現在凱道這個情況 不明你我那個時候的情況 就是說 原權運動的主體性 因為太需要策略的人 因為這想說 沒辦法 是啊 所以這誰的策略的問題 那同一批人 這批法奈納姆、瑪耀,他們是在美麗灣運動的時候很早就已經進去 而且主導運動發展了一批 那做一些用自己習慣的運動車椅好像也好像蠻正常的 那因為現在這批這幾年比較常出現的團體 很多時候在台北或是像美麗我們就在花東 那我們運動路線上比較太一樣 但是當然同樣的議題我們是一起聲援 但我們還是會出一些 就是現在民進黨政府可能要出的招或出的哏 會提早跟他們講 因為現場運動決策還是在那邊 然後資訊上可能沒有我們那麼快 就是說我們會知道說原轉會已經有幾個被扒裝了 然後張錦珍什麼都要出來講話 這些很即時的東西還是要丟回現場 因為他已經變成運動的最上層跟國家對話的那一條線 不過其他的話也最後還是要回到這邊 就是蔡英文政府看的就是凱道這一點 所以他變成一個窗口 他不能完全沒有資訊 大家我們有的資訊 我們還是會都往他們丟 那如果有些合作 唉 唉 希望大家多一點資源 應用一下自己的個人媒體也可以 現在我覺得民進黨喔 這個街頭運動是起家的 他們在操作在處理街頭運動 處理街頭運動非常在喊 那不只冷處理 他們做風向逃影 非常厲害 從張錦珍一直到那個搖仁多 然後讓蔡英文不出來講話 這件事都是安排得非常好 然後立法委員的話慢慢趨為一致 那最後他其實也是要布局給凱道員下台 就是我要丟出什麼樣的證 就是最後的定案的辦法 你們查一下 現在已經到了最後 快到結尾 再撐會沒有的 可能也撐不到會 人家都算好好的啦 我們有點差一點點 所以這樣一將他們那時候抗爭完 沒有把這套運動經驗傳承 真的 經驗上比他們差一點 他們這個搞就是輿論風向 然後這些抗爭對來講 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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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儀修 最後都可以被抹掉了 我們真的覺得 發射辦法真的不算什麼 對 凱道可能沒有超過二十年了 真的不算 而且要發揮功德心 沒有 通理心了 不公德心 對 不過我覺得 好像不知道誰講的句話 就是說 沒有局外人 我覺得這句話很重要 是啊 所以一般就有 非原住民主參與的角度 不過這個策略我覺得很好 就不會只有單單 只有原住民運動者出來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